舒嬅公路一号晚间发生台九线163.3K至164.8K 崇德路段发生山处土石泥流道路阻断 至二号凌晨持续下豪雨 多辆大小车及机车约百人受困舒嬅公路 而长期运输机之北上销售的业者表示 一星期大概要走三至五趟 这一段也影响了养鸡农的经济损失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一号的强降雨也造成了台铁 崇德道和人车站间 有两处发生严重的土石流 因此北回县以单线双向列车行驶 部分列车有延误污点情况 我们目前东西阵线昨天晚上是双向不同的 那经过昨天晚上抢修之后 我们目前东阵线已经抢修完毕 那西阵线的部分因为土石量较多 而且所在位置抢修不易这样 那所以我们目前仍然还在持续抢修中 华林陷阱局新陈分局也表示 目前山区道路土石仍处于不稳定 也提醒用路人在行驶盖路段时 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提醒用路人如行径盖路段时 必须注意自身安全 遵照交管人员的指示 气象署指出因对流云系发展旺盛 山区亦有强降雨 2号起花莲地区及宜兰山区 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可能再次发生土石流 公路局则预定3号下午2点 抢通苏华公路 原世界的楼欧 花莲秀林采榜报道